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你同意和不同意 总之呢 我们就这么送给大家看了 如果你不同意 请在我们的节目下端进行评论 只要不骂人 纠正错误发表你的观点没有问题 但是你一骂人 不管你是川粉 还是反川 不管你是五毛 还是美芬 我们通通有可能给你删掉 不过有时候留意太多 我们删不过来 那么在几个月以前 讲一讲习近平主席在圣彼得堡 他曾经就讲过一句话 这些话基本都是绘画 但是因为是主席讲出来的 我们还是要正确地理解他 他讲的话就是 你真有我 我真有你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中美贸易战之所以打成这么一个局面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真有我 我真有你 其实有些事情是扯不清楚的 比如说 川普总统加的这个关税 你说是加了中国人商品的关税 还是加了美国人自己商品的关税呢 因为这个里面不仅是消费者是美国人 尽口商是美国人 而且有一些产品实际上也是在中国生产 所以中国基于这样一种理由就认为 因为你真有我 我真有你 所以我们也不怕 所以开始是以牙换牙 后来发现自己牙齿没有那么多 但是即算牙齿没有这么多 美国要把产业力在中国转移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我们彼此陷入的太深 但是有一个事情 中国发现了有问题 还没有达到你真有我 我真有你 什么意思呢 只有中国的企业跑到美国来上市 所以美国就开始牛了 你到我们这里上市 把我们的钱套走 那我就对你限制了 对你监管了 不能说你那个股东后面不清不楚 对吧 隐藏了很多红花袋 踏子档都不知道 或者是你这个后面 有没有国有企业在后面扭曲市场 有没有政府补贴 所以这个脖子就全部由美国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 所以中国就开始考虑到 要在经营系统里面也要开放 中国的经营系统是非常牛的一个系统 牛在什么地方呢 在亚洲经营风暴的时候 我正好那个时候在亚洲到处旅行 发现各个国家都是非常悲惨 尤其是那个烂尾楼 在市中心一栋高楼大厦修到一半 就突然停下来了 然后就真的进行不下去了 而且有一些国家是长达十年 甚至更长时间 那个时候我去建议中国的一些经营官员 或者是经营学者 他们就跟我说 你看我们中国牛吧 为什么 我们牛在我们不玩这个经营自由的游戏 对吧 正是因为我跟你们这个亚洲没有连接 所以你看我是安全的 但是这一次的中美贸易战 实际上我们有时候更多的是关注贸易战本身 但是贸易战其它的延伸的影响 比我们想象的大很多 其中就是经营体系的开放 那我今天首先要请我们经常讲经营问题的李洪青先生 你有没有关注到中国的这一次的经营大开放 实际上也是中美贸易战的一个延伸的产品 把它逼出来的 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的 因为在过去 这个美国主要是华尔街 华尔街很多大的投资银行 然后他们特别希望能够进入中国市场 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 这个跟中国的磨合以后 慢慢的最后大的投资银行现在都进去了 这个投资银行进去了以后 主要他们就是要从中国 挣到美国来上市的IPO的钱 但是这个金融服务 比如说存款、贷款 给真正的当地的中国大陆的老百姓、企业家 对他们进行服务的这一块 现在基本上还是被封闭的 所以在过去的时候 中国的金融开放这一块 只是允许外商投资不能有独资银行在中国 你只有跟中国的银行来合作 你合资呢 而且你合资的股份不能够超过49% 中方一定要拿到51%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 是因为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 中美贸易谈判的过程当中 这个开放金融市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头戏 所以最后提出来了 提出来了以后 最近我觉得实际上中国政府又一次 再一次的误判的形式 他们以为说我开放了市场了 我把这个市场开放了以后 这个华尔街的这些大的商业服务银行 该进来了 然后就开始对我们进行这个服务 这样的话他们就会高兴了 他们反过来就会去做白宫的工作 让他们尽快的结束贸易战 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的形势是什么 现在的形势是中国的整个人民币的存贷款 这个市场是非常的混乱 而且这个危机四伏 现在国内金融这个领域 那个是乱象丛生 第一个是各个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权贵 他们的这些家族都在那个大的银行里头 全都深入在这里头 然后一些小一点的这些后企的这些商人们 又把这个银行现在就当成了一个提款机 所以这个从监管到最后实际的这个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东西都是不符合规矩的 所以现在如果让这个美国或者是欧洲的这些商业银行 进入到中国以后会碰到很多的问题 所以他们现在我就可以说一个很负责任的一个话 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大型的商业银行赶进去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经营人民币业务 现在已经允许你经营人民币业务了 你经营人民币业务 你怎么去拉贷款 拉这个存款 这个跟中国这些银行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一块他们现在非常的害怕 另外一个贷款 贷款怎么做 对吧 你贷款了以后 中国那个很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风险是非常的大 你要贷款了以后收回来有多少坏账 你也像这个四大银行工商 这个农行 这个中行 这个叫什么建设银行 这四大银行一样坏账一大堆 政府不会给你消账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现在是很害怕 但是同时这些权贵们也是非常害怕 所以刚刚结束的这个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当中 那个楼继伟就刚退休的这个财务部长 他就是实际上这个是朱镕基的爱将啊 他就是非常明确的讲说开放金融市场实际上要注意 这只是在一些项目上而不是整个市场开放 整个的市场开放那必须一步一步的走 否则遗害到各个领域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为什么说中央现在误判形势呢 他们以为开放就是把大门一开你就随便来就行了 然后这个贸易战这就解决了就解扣了 其实完全不是 所以他现在呢你这个题目我觉得用的好啊 他现在就是不管不顾了 因为形势对现在中国的这个政府来说呢 现在经济形势对他们来说是岌岌可危的一个状态 我是这么看啊 所以他们现在是什么 就是只要你解决了贸易战问题 我经济如果有火儿 那我现在呢什么事我都敢上 我就敢赌博 所以表现得很很充分的 就是现在连这个保险保险这个就是叫社保基金呢 这8000到9000亿现在都准备进入股市了 为什么 因为股市一直低迷 对吧 这个鲁先生经常说那个股市一直在这个3000点以下徘徊 对吧 所以这个股市那么低迷情况 他想把这个9000亿砸下去以后把股市砸起来 你就想疯了 我就觉得啊 他们确实是疯了 所以我真是不太看好呢 就是现在这种 这种这个大门一开 你随便进来做生意的这种犯法 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完全不是 鲁南先生你认为这一次的经济体系的大开放 是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危机 通过经营体系的开放来挽救 或者是阻止它的经济出大问题 还是真的又来了一次大发财的机会 像1992年郑小平南巡 因为1992年郑小平南巡 是中共遇到了一个大灾难 由于它这个六四大屠杀 四面楚歌 然后老百姓也是对这个政府有非常大的敌意 结果呢 他用这个92年的南巡 给了中国人巨大的发财机会 然后呢 大家就把政治慢慢给忘了 这一次呢 是在矛盾中间出现这个经济开放 你觉得跟邓小平的92年南巡有得比吗 如果说是在这个困难之中 灾难之中 然后被迫的采取了一种措施的话 我是同意这种比喻和这种观点的 那么这个金融开放 并不是中国政府主动的 或者说他想去做一个赌博 像刚才这个李恒青老师说的 他要主动的做一个这个开放 或者赌博一下 然后是不是能够解决贸易战的问题 解决他的这个金融的经济衰退的问题 我不这样认为 我认为是在川普总统所率领的美国政府 对他实行一系列的贸易制裁的情况下 不得不采取顺应这个美国政府的要求 对这个金融市场进行部分的开放 那么他自己坚信 这个所谓开放的这种金融市场 是自己还能够控制的 也说是有限度的 极其有限的这么一种情况下 在这边来做这种动作 但实际上离真正的金融开放 我认为还相差的非常非常的远 我们知道中国这个有几个比较典型的这个市场 是被看作是指标性的 比方说中国的房市 整个的房地产市场拖起了最近这个大概几年到十几年的这么一个范围里边的中国经济的向上的走 它锁定了超发的180万亿货币的其中的一大部分被锁定在银行里边 那么没有造成大的通货膨胀 那么这跟房市锁定了很多超发货币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的市场是股市 就是刚才已经讲了 它是老总是这个一放开就乱的一塌糊涂 一召加管束就是死水一潭 像阿斗一样的死货抽不上墙 那么这是一个基本上死掉的市场 社保基金不是准备入市 而是它的一部分已经在这个几年之前已经进入股市 这个不是一个新闻 也不是一个它计划中的事情 已经在实行的一件事情 但是跟社保基金同时进入的 还有很多所谓的被股市 中国股市称为中央军的这么一种力量 已经牢牢的被套死在这个A股里边了 所以股市也是死水一潭 是它经济不能这个 像它自己描述的那种繁荣发展的情况 跟它自己造假造出来的统计数据同步增长的这么一个指标 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中国的股市 如果真正的能够走起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是可以判定 中国的经济基本上走出了泥潭 如果它还仅仅是在3000点或3000点以下 在那苦苦挣扎的话 我们可以相信它的其他的统计数据都是人为的造出来的 因为股市人们是可以自由的套现 自由的流通 自由的统计 那么还有一个标志是汇市 这个汇率的这个真正的开放 或者说是这个金融市场 在这一方面的开放也是一个标志性的 为什么刚才李和丁老师说过在08年的时候 这个何平老师也讲到在这个亚洲危机 亚洲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 那么在中国还能独善其身 还能守住自己的这个一亩三分地 那么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不开放的市场 是一个封闭的市场 所有的外汇确实是操纵在中国政府手里边的 比方说前几天我们看到它稍微的一放手就可以跌到这个七块一毛八 七块一毛九对于美元的这么一个 那么最近几天为了向美国政府表示 我能够控制这个汇市汇率的稳定 以方便来签这个第一阶段的是为贸易协议 那么现在昨天和前天有这个 对美元的七块钱以上跌到了七块钱以下 那么说明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也是牢牢的控制在这个中国政府手里边的 也是一个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的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对市场来说所谓的金融开放 它没有实质性的真正的市场经济的这个机制的话 所谓的开放只是一纸空谈 所谓的这个赌博我觉得是不存在的 所谓它主动的开放这个市场的动力 它是一点也没有 如果中国的金融市场真正的走向开放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汇率跟市场真正接轨的话 那么会一泻千里 会重蹈这个卢布对美元的那种势头 一发不可收拾 它的股市如果没有这个中国政府 或者它的中央军来拖市的话 那么也是三千点甚至可能两千点以下也打不住 因为这个场景在2015年的时候已经多次出现 就是开市不到几分钟就全部熔断 开始连续这种情况秩序了好几天 那么说它的市场的股值跟真正的价值之间 具有非常巨大的差异 会导致这种情况 所以我认为它的所谓的金融开放 第一不是主动进行的 第二是一个虚假的行为 不可能真正的敢于向世界开放 谢谢 好谢谢 那我想讨论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 就是中国大陆有一位学者叫容健 容健在香港的一个断传媒里面 他接受采访还是他写的一个观点 总之就是他认为四中全会的 他学习的这个体会就是 我们一般来讲都是学习四中全会体会 他就说了 中国要走一条这个 习近平时代要是开放不改革的道路 我不知道吴先生你有没有学习这个容健先生这篇文章 他这个说的很有趣 他这个说法由他的一个逻辑所指 我的观点就是中国现在是半改革半开放 无论是在政治方面 政治方面是一半的改革 经济方面也是 就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基本上都是半改革半开放 你看看邓小平反对两个反对弃弄出四个坚持 现在习近平弄出五十多个坚持在四中全会上面 坚持的就是政治上面的所有的一些规则 所谓像传统那个中法制都一样 这些东西不可改变不开放也不改革 所以这个这样一个层次甚至层次上面 甚至这个网络、新闻、出版这样一些领域都没有开放 那怎么能谈得上开放呢? 特别是像网络先在这种四大自由之上 应该加上一个免于信息匮乏的自由 人民有享受网的自由 人类互联网的自由 这个都没有 共产党它是什么开放的? 正是因为这些东西没有开放 所以共产党开放金融肯定是一个笑话 我尊重刚才两个嘉宾的这个发言 这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真诚的金融开放 你看它现在对私营企业在进行收缩 不仅把党组织派到这个所有的私营企业当中去 而且私营企业的这些巨头们 一个一个就在羡慕 一个一个就在退出它的这样一个寡头的领域 不允许经济翻邦或者是寡头出现 党要控制一切 更不允许这些私营企业 也涉及共产党控制的金融 你连自己家的孩子都不允许玩金融 你会允许别人家的孩子 洋人家的孩子来玩金融吗? 这不是竞争分裂吗?这是可能吗? 所以现在共产党在这个金融开放或者持续开放方面 它已经是走到尽头了 就它的一种制度已经是封闭了中国和中共可持续开放的可能 它把这种可能禁已经给终结了 它现在所做的就是形式上的 第二个可能是恶性的 你看西方银行到中国来 你怎么吸收存款? 中共现在很多银行揽出 临时性揽出 能够高达10%以上 现在哪个企业能够赚到10%的利润 那你这个钱是一种什么钱? 其实是一种临时的恶意的钱 所以它这种金融已经恶性化了 而且现在很多的银行 它无法如果大家都去兑换的话 它没有钱可以兑换 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 金融自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切换外币的自由 如果美国的银行或者欧洲的银行能够到中国去 自由的兑换人民币于美元的话 那整个欧元和美元一夜之间被兑光了 可以肯定 因为人民币多得不得了像泡沫一样 巨大巨多 增发的巨多 美国所有的银行都会 美元会枯竭的 所以这种在政治不得等 政治抵制 政治经济不得等的情况下 金融开放 和中共的所谓持续开放 已经成为不可能 是这样 怎么样 你们两位还有能不能又跟吴先生有不同意见呢 有 有 太好了 狠一点 狠一点 我举起左手反对这个吴作来老师 举起右手反对李恒青老师 他们俩都谈到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外资银行啊 如果进入到现在的中国 是根本没有办法开展业务 我记得他们俩都很清楚的表明了一点 就是他没办法承揽到这个人民币存款 也没有办法在中国的这个情况下方贷款 我觉得我是不这么看的 就是对于市场经济运行了这么多年的 这些这个西方的金融业 他们的银行家来说 他们肯定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市场运作的一种规律 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技术的方案 来在所有的这个市场里面进行自由的波及 如果说是真正的开放的市场 公平的市场交易的话 在中国这个市场也不例外 正如吴多莱老师刚才自己讲的 如果在中国放款的话 那么中国的老百姓 实际上他们更愿意把钱放在一个信用好 资本雄厚有市场有技术 有能力解决市场问题的这么一个银行里面 我们已经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 看到很多家地方商业银行进行的这种挤兑 新闻 这是屡见不鲜的 上一次我记得是有一家叫包头银行吧 已经被中央这个银监会和当地的这个银监部门 接管了 那么如果外资银行这种大规模的这个资本充裕 又有充分市场经验的银行进入到中国以后 他们会如鱼得水 不会说在这个中国这个市场里面 他们哪都会游泳 在全世界在大西洋可以游泳 太平洋可以游泳 反而到了洞听湖他们不会游泳了 这点我就不相信的 所以我对两位老师的观点提出强烈的质疑 谢谢 非常好非常好 但是问题是你们有没有能力反对质疑 不 我你先说 你先说 你先说 你看他们俩都不敢说了 肯定是这个我们必须要看这个现实 你可以看清末 你可以看这个北洋时期甚至民国时期 西方资本家跟当时动荡的政府合作 最后都是血本无归 他的贷款最后都根本收不回来 说他一个动荡的乱世里面 你没办法做到这个资本的这个安全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另外就是你存储这个钱 你看美国银行存钱是几乎没有利息的 你在中国你怎么办 中国人会为了财富的安全 把钱存在美国的银行 不考虑一分钱的收益吗 那么我把钱存在美国的银行 不考虑收益可以 那我这个钱能在美国起出来吗 如果我的钱只在中国起 用存人民币 就是为了要放一个地方 而在美国取不出来 这也叫金融开放吗 所以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都无法解决 很多人为了把人民币 兑换成美元 呼吸到香港去炒股 然后从香港的股市套换出港币 兑换成美金 花了这么多的手续 共产党一发现之后 立即进行终结 不允许你玩这种游戏 那么现在这种游戏 如果在上海玩 在北京玩 在任何一个城市可以玩 工程党玩得起吗 所以鲁先生这个质疑 是太高看资本家了 为什么现在 李恒星先生说 美国的这个银行资本 还是非常审慎 甚至根本就无法在中国运作 根本问题我想就在这一点 是这样的 我这一点我给加一个注脚 鲁先生实际上你看这个银行业 银行业最本质的就是过去 就是存款和贷款 存款的利息低一点 然后再加一点点利息 就是变成贷款的利息 然后银行的服务本身就收这个利差 然后去付它的这个房屋的租赁 然后付它的工人的工资 它各方面的开销就从这出来的 当然后续产生了很多的 比如投资服务 这个衍生的出来一些很多的这个银行 它滚动起来以后 带来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效益 但是归根结底 银行最后还是要解决 实际上是利差的问题 如果没有利差 你就不可能拿到这个利润 所以银行这些银行家投资的话 那肯定是要讲 一个要解决利润问题 另外一个呢要解决风险问题 风险要低 利润呢希望高 如果不行 我至少呢我起要有利润 没有利润我肯定不做了 所以像现在中国的这个金融市场啊 现在开放的被逼着开放的 这么一个金融市场的话 实际上是乱象丛生 风险呢危机四伏 对吧 你像现在呢很多为了稀存 刚才吴先生已经讲了 这个稀存的这个存款利率 现在已经很高了 对吧 然后呢这个时候钱进不来 钱他进不来了以后 他就更没有钱拿出去贷 他不会把自己的钱拿出去贷 自己原来存款的那样 也原则上是不太可能能够产生那么大的利润 而且呢现在贷款的风险也很高 经济下行的时候啊 把贷款呢发给这些企业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风险很高的一件事情 那在中国的这个国企 或者央企这些企业呢 拿贷款那根本就是没准备还的 那四大银行给他们贷款 给了他们贷款 让他们去花 花完了以后呢 最后拿不回来怎么办 国务院发一个令 然后就就把这个叫什么 叫这个代转股 就变成了持股了 那你家外资银行去持那个央企的股可以吗 现在还没有开放到这呢 对吧没有改革到这个地方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也不行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变成只能坏账了 所以现在风险是太高了 风险是太高了 所以现在这些东西呢 就限制了现在这些西方的这些大的银行啊 现在进入这个领域 所以目前来说 我我真的不看好啊 说这个我只能说呢 现在的这个领导者们脑子灌水了 他们在这个时候啊 还在想用这种方式呢 来救这个活 我觉得真是脑子灌水了 你看这两天 这个刚刚看到的哈 这个四中全会以后 这个习近平第一站就去了上海 参加上海的这个进口博览会 然后说呢这个我看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啊 说这个签了多少多少的这个这个协定 然后呢一下有的企业外资企业 一下呢就签了这个50多亿人民币的这个这个销售 销售到中国家 说你看中国的市场有多大 结果后来呢再看其他的报道一说啊 说实际上这是第二届 第一届啊 这个签了也是签了好多的这个协议 全叫什么呀 全是异象性的 真正拿出来的像样的 真正买了东西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习近平的形象工程 大家就是忽悠他 所以你想要这么去搞这个国家啊 那非完了不行 另外你知道在同时啊 与此同时李克强刚刚出访回来了以后 马上就开了国务院办公会 要解决的是什么 他现在对外都说啊 他说现在中国经济向好 稳中向好 稳中有进 可是现在李克强要解决的是什么 解决民生问题 专门谈解决民生问题 解决就业问题 前两天还是社保说 社保那个社保部 人社部还说这个 今年已经完成了这个 这个99%的这个就业任务 已经1000多万的这个就业都已经安置了 现在要解决就业问题 为什么 没办法啊 好多人失业啊 大学生新毕业的大学生找不着工作 都是社会压力 接着要甚至要解决取暖问题 老百姓取暖 因为为了要保北京的蓝天 最后周围呢都要烧这个烧这个天然气了嘛 最后呢 人家那个天然气管道都没铺进去 就会要逼着不许烧煤了嘛 所以现在呢这个李克强都要解决这些问题 你就可以想象啊 这个中南海南院北院这个想法都不一样 所以呢他们这个这个改革啊能走到哪去 数量法存疑 怎么样 还有想争论一下吗 不想争论了我就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谁去过灯馆 我去过 怎么样感觉 哪一年 我2016年 吴祝莱先生呢 不敢去 去了以后就出不来了 是吗 为什么 那么大的优惑力出不来 竟说这样 身体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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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奈先生你去过没有 我去过了 那里洗脚也很发达 那边洗脚和你们北京洗脚或者什么地方 洗脚有什么不同啊 有点豪华 不行啊 我去的时候 我是2016年去的 我去的时候呢 这个我一个朋友啊 专门带着我从深圳 我们在这看 我就在这看企业看银行 然后看完了以后呢 他说我带你去东莞吧 然后呢我们俩他开着车嘛 带着我去 沿途啊就给我介绍 说这个这个大酒店 这个曾经说热闹的 是多繁华呀 这个每天一到了这个晚上啊 这个街上啊 这个很宽的那个 恨不得高速路那么宽的路啊 说街上都已经变成了人行道了 都是那个小姐啊 这个走来走去的 然后呢这个停车场啊 停的满满的 哎我说我当时一看 我说怎么都没有车了 说现在小姐都没有了 为什么呢 说这经济下滑了 然后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下滑了 广东那时候叫腾宫换鸟 后来弄了很多的这个外向型的这种企业啊 最后做不下去了 都已经换掉了 都已经走了 所以萧条的很 我去的时候2016年 那时候甭管是色情业也好 还是工业 就是真的工业啊 那都不行 都不行 这个汪洋书记啊 是要换鸟 结果呢 新的鸟没有飞进来 就的鸟飞走了 我做这个节目主要是跟大家做一个预告 灯管符合了 在什么地方符合的 那么海外不是很多华人感觉到很寂寞吗 感觉到很孤独吗 一定要回到祖国去吗 其实祖国还是比较危险的 有一个地方没有那么危险 那就是新的灯管 新的灯管在什么地方 请看下面 我和陶教先生的访谈 这个秘密是陶先生告诉我的 全球新闻大集合 6.news 网页版APP任您选 六度新闻 一网打进自由 新闻精华 6.news 六度新闻 6.news 全球新闻大集合 好了 我们现在来学习一下四中全会精神 那么我昨天发了一篇文章给您 就是香港的端传媒 发表了一个在大陆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位学者 叫容敬先生的观点 他说四中全会的一个主要精神 他整结起来是不改革了 但是要开放 对这样一种观点您认同吗 我觉得这个是不合逻辑的 改革开放改革开放 这两者是互 这个是互为表里 是两 而合二为一的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 在这个只开放而不改革的共产主义体制 而且这个是在逻辑上做不到的 好了你说只开放不改革 那么最近这个大陆进口的一个美国大片 就决战中途岛 决战中途岛呢 这个就是可 就是说你只开放不改革 所以呢就进了美国这个大片 这里头这个大片呢 就当然是这个美国 那你要把当年这个太平安战争 麦克阿塞领导的那个时候 那个中途岛在一起 那么你只进口他那么一个美国战争大片 然后观众看到大乐 哇好啊好啊好啊 但是你本身国内的电影电视的这个创作就不断收集 不断不改革而且进一步收紧 我不知道对不对 收到这个微信群组啊 大陆的朋友说 这个不让拍那个不让拍 就凡是涉及婚外情的 私生恋的 或者是什么外面有小三 谁这边有一腿的 这个不能不让拍 然后这个什么破除迷信的 这个宣扬迷信的 这个不能拍 还有古装的宫廷的 什么穿越的 这个乱七八糟的三公六院的 这又不准拍 那你这个影视的这个国内的创作的方针政策 你不改革 但是只开放 开放的让美国人中途岛的这个战役 中途岛战役进来 那然后把老百姓看得很乐 哇 这美国大兵 厉害啊 打日本人 打得落花流水啊 你自己骗自己吧 今天美国人为什么重拍中途岛呢 不是冲着日本人来的 是警告远东某一大国 你要是来侵犯我美国利益 你看到70年前我怎么周日本人没有 所以他拍了这个中途岛战役 让你们来看看 对不对 你以为美国人这个电影是乱拍的 他照样是政治宣传 所以你只开放不改革 这个是不通的 而且这边很七行起行的现象 再说 你要是不改革本身国内的教育政策 那你能不能开放 这个只开放国外的 比方讲普林斯顿啊 什么牛津啊 耶鲁啊 这些名牌大学来中国办学呢 办分校呢 那你这个开放不开放呢 那也不见得开放 因为不是说过了吗 要对抗西方的普世价值观 普世价值观是不能不能进来香港 进中国的 如果你不让普世价值观进中国 那你怎么开放呢 好了 所以只能够说 凡是涉及大脑思想的不开放 涉及这个吃的肠胃口腔的这个开放 那就等于说你只能够像美国的这个大豆 像加拿大的猪肉 像这个现在像丹麦的猪肉开放 对不对 但是你这个又说 加拿大这个什么抓了我们孟晚舟女同志 所以要给她一点颜色 禁止她那个这个大豆跟猪肉 美国这个川普欺人太胜 不买你的大豆 那这里开放不开放呢 所以这个说只开放不改革 这个完全是不弱 这个是屁话 你知道吧 哎呀这个呢 你说既开放也改革 我认为是空话 但是只开放不改革就是屁话 嗯 完全是不同的 全球新闻大集合 SixDude.News 网页版APP任您选 六度新闻 一网打尽自由 新闻精华 SixDude.News 六度新闻 SixDude.News 全球新闻大集合